國際消息 帶各位鄉親 我們來看我們臺灣最近在太平島附近 是大圓圓 措施叫外南飛平說是腰瀾南海的局勢 南國外交部這次回稱說 太平島就是南國的領土 不用把人來懷疑和插催 現在占對美國國務卿報林卿 十八要去訪問留過這個消息 有專家說臺灣都要打出一條新的路 不可能都一直外國美國和中國 國軍最近在太平島周邊主席經營實斷安息 不想說 和外南的外交部說 是嚴重侵犯外南對南三軍島 擁有領土主管的行為 和南海的教育合作化 第一次我們外交部不法接受 說太平島是南國的國土 主管不用第一 人口政府管理在太平島 跟它相關的海客 行使主委主管國界一切管理 因爲台海的教育經營也連動到周邊的哭哭 美國國務卿不領懇 按算不出風中國 這裁中會到北京進行中國的鼓探 在今關於緊張的立場觀點也掩飾故事的阻礙 韓國的媒體人孫氏西領域 台灣主要遭到這條新的路 這個媒體行進的方法 建立第三條心 孫氏西領域 第一次發生建筑可能比歐吉蘭建筑更嚴重 也會對日本和韓國作成很大影響 記者綜合部讀